他现在就是在重症监护室 有点像植物人人 然后我行了一个下肢节肢处 慢慢的苏醒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闹储鞋 接纸 植物人 董营爹孙宇兰怎么也没由相到 今年64岁 原本神扛踢件的老板 扔纸油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而这一切还得从这个月1号 儿媳妇刘文文接到的一个电话说起 医院给我打的电话 说你赶紧来人民医院 急救呢 夜市这个电话 才让孙宇兰知道 人只有处事的消息 处事底点正是位于 董营石去的这个工地 就是这一面墙倒了 医生跟我说的是 老人是从墙里边拔出来的 说是一个保家阿姨 截了个过路的车 打了120 剩下的我们都不知道了 老板怎么回来这里 又是怎么被扎上了呢 孙宇兰以便给老板治病 一边开始招董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方办插招这个工地的 冤试用单位 本人人道主义的教祖宁 我们协调了这个叫 冤有的这个试用单位 中间靶居 现在就是说要求他们就 本人先救人吧 但不说事故原因 就是说先救人的原则 就是说先去点付一付部分资金 原来这个工地曾是种建靶居 董英董称万大广场项目的 审货区 现在万大广场已经弯拱开业 审货区也要采出后 将突地搅换政府 而扎上仍至有的 正是这个工地上 一个已经采走半崖器的 培点室 出事那个地方 那是个培点室 正是房子营养器的 因为这个必须要达到 人家那个供电公司的要求 因为那个编案器的切除 也就是人家供电局来拆 我们也没有权利 所以说这个是放到最后 张景临说 这个培点室十分借势 至于人之游 为何要进到这里边 培点室要是怎么踏的 他们也不好下定论 不过党事由人报了警 派出所有处境几路 你这是去大人家的 在人家 在人院里头大人家的枪 那枪 你不注意南枪 枪在里边来 被别人看到报警 我们处理行到检查 送医院去了 去大人家枪扣能的钢筋 我说如果能给你 高级跑快高级到检的时候 大家就说来 这就是个石棍 你自己自我承担这个石棍 这不是个僵吗 把这戳到枪底下 拿大锤打这个地方 把那枪震倒 虽然没有请言见到现场 但一所长根据处境笔路 和他们的调查情况 短定老人是自己 砸枪手上的 但赏着甲熟 对这一说法并不认通 曾多次招新方办求助 希望他们歇挑 中建拔局 颠覆医疗费用 然后来中建拔局 通议再给叫上 五万个钱的押金 叫到医院 然后你带这个伤清 他这个稳定以后 先救人 救个人来以后 你由公安早出决定 他们一发处理 现在他们回去商量一下 这是不通议这个结果 要求中建拔局 你不后续治疗 所有费用都叫上 再又提出第二个解决方案 就是一次性不超二百万 但是说这个是 我们是不认可的 这个现在没有发力 这一句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不认可 找到这个墙的周围 没有任何标语 也没有围来 没有围起来 那我家 我还得写个东西 进入围内吗 是不是啊 昨天下午 董英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方办 再次把这个实践 各降管房叫到了一起 但在种建拔局 改拿多少签这个事上 两边失种 没有搭成一致 我们本来的态度就是 致命救人员现 你如果什么的话 走私法程序 国家判我有罪 我如果不服 我可以去宣诉 这位还说这个责任是多少 不是说你 我能定了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我没有关系 谁坐小伙伴 我们 promised 祝福 无论 无论